再看這次人川亞運今天在高爾夫球場傳回捷報 旅門夜宇小將潘正從四個回合下來 打出了271桿的好成績 也兩桿之差擊敗了南韓選手 為中華代表團再添一面金牌 同時中華隊的四位男選手四天下來的成績 也在男子團體奪下了金牌 來看UDNTV亞運採訪小組來自人川的報導 現在心情還是很興奮 現在無法用任何的言語來形容自己的興奮 其實當初選擇參加的時候 沒有想到 覺得自己很有機會 可是選擇沒有想到真的能達到 然後為今天自己 然後為國家爭光的這一份努力 我覺得就非常開心 非常幸福 旅美業餘好手潘正從投入本屆亞運 為高爾夫男子團隊注入無窮的活力 經過四天賽事 潘正從一路領先 不僅奪下個人賽的金牌 也率領男子隊 在團體賽奪下一金 一日雙金入袋 最後一輪潘正從一度被地主南韓選手追上 還超前 還好第十四棟 兩位南韓選手都意外打出失誤 才讓原本焦灼的戰況瞬間柳暗花明 第一桿的時候 我走上國裡 然後有看到對方失誤 然後有可能會打泳氣 然後我自己又打出一些很好的球 然後推桿也有推進去 然後覺得就很興奮 然後覺得自己就是做對的事情 然後很積極 然後對自己整個禮拜心態很感到滿意 結束了亞運的任務 潘正從也即將返回美國 完成他大學最後一年的學業 然后准备投入职业赛 接受更高的挑战 判证从夺下高尔夫个人赛的金牌 中华男子队也夺下了团体赛的金牌 一日双金 证明了我国高尔夫的实力 具有国际水准 UDN TV 甘邦杰 简子祥 在南韩仁川的报导